最近中国跳水队正在国内备战巴黎奥运会 从国家队公布的奥运会名单来看 包括全红禅在内的队员将会参加奥运会跳水项目各个比赛 期待可以包揽所有项目的金牌 在国家队备战期间 已经退役的跳水名将郭晶晶也在最近传来了喜讯 获得了官方的重任 对于中国跳水队在奥运会取得佳绩 提供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最近郭晶晶在出席活动的时候 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谈到了接下来的工作行程安排 郭晶晶明确表示 接下来随着巴黎奥运会的到来 她也将前往巴黎担任跳水项目的裁判工作 如此一来 也意味着郭晶晶在上一届奥运会担任技术官员之后 这次再度获得了国际泳联的重用 将会全程协助巴黎奥运会跳水项目的打分工作 从这一次的工作安排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郭晶晶在整个跳水界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即便已经退役多年 但是依旧获得官方机构的认可 这也是郭晶晶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迎来的尊重 而随着郭晶晶这次将担任巴黎奥运会跳水项目的裁判 其实对于中国跳水队来说是一个好事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到时候郭晶晶会偏袒中国队 毕竟本身中国跳水队的实力非常强大 我们唯一担心的就是到了别人的主场比赛 中国跳水队可能会遭到打压 而如今郭晶晶将在巴黎奥运会负责裁判的工作 到时候就可以保护好中国跳水队的权益 确保全红禅他们可以安心跳完比赛 用自己的实力来争夺金牌 为国争光 另外一方面 此前还曾经有粉丝期待郭晶晶能够加入国家队担任跳水教练 甚至执教全红禅这些天才运动员 而在这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 郭晶晶也回应了 为什么自己没有担任跳水队的主教练 郭晶晶表示其实跳水队的教练是一份非常辛苦的工作 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简单 要求教练员必须一天到晚都留在国家队陪伴着这些运动员 还得针对不同的选手制定不同的战术和备展方案 这背后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而在郭晶晶看来 自己成立家庭之后很难兼顾到两边的工作 所以没有最终成为中国跳水队的教练 看得出来 郭晶晶这番回复确实非常的高情商 一方面认可了国家队跳水主教练的付出 另外一方面也谦虚的表示 自己是因为时间兼顾不过来 所以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愿望 如此一来 相信大家都已经清晰知道答案 将来郭晶晶估计也不会加入中国跳水队担任教练 当然 现在全红禅有陈若霖带着 成绩也非常不错 我们希望这师徒俩在奥运会取得佳绩 不信任教练的